为了保障业者还有消费者权益 交通部发布露营场管理要点 那我们苗栗县呢 约300个露营场 县府为了提高新申办 还有原业者的辅导效率 邀请地震室呢 每周135的上午 会在文官局提供专业咨询 专业的地震室给予建议 不论是新申请或已是露营场的业者 都能在咨询中获得专业解答 交通部观光局通过以农业用地 跟林业用地来申办露营相关设施的 一个要点 那因为我们在办了六场的说明会后 发现有些民众在填报一些申请书 或是申请相关的行政流程方面 其实它是有一些困惑跟需要协助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结合了苗栗县地震室工会 那到文官局每周的135的上午9点到12点 来提供民众的一个咨询服务 苗栗县约300个露营场 集中南庄 泰安 大湖等山区乡镇 近几年合法问题引发讨论 交通部发布露营管理要点 逐年辅导业者 苗栗县政府提高辅导效率 也邀请地震室提供咨询 一般民众他就会不了解是说 我的土地适不适合申请露营场 那我们一般会建议 你将你的土地的地号 提供到我们就近的地震事务所 去申请你的土地登记层本 那土地登记层本 它上面的使用分区跟使用地的类别 它上面就会有显示 由于这次通过的是属于 一公顷以下的农地跟林地的申请使用 所以他们在撰写方面 确实是需要一些帮忙 所以下一步我们也会将这个服务 带到我们的 比如说泰安乡公所 以及南庄乡公所 来提供给我们在地 有意想要申请露营场的 一个业者的一个服务 未来咨询服务预计延伸至 露营场集中乡镇 让业者及时解惑 朝着合法化的方向 同时也保障消费者的权益